好, 準備, 今天教大家三個派牌 Andy哥哥教大家變魔術 好, 準備, 今天教大家今天三個派牌 一隻、兩隻, 還有四隻 這樣多了四隻 不要緊, 我們先試試發辣功 好, 一、二、三、四 一、二、三, 現在就變成兩隻了 可能一、二、三、四、四隻都不行了 這樣就還完了 一隻、兩隻、三隻派牌 好, 預備, 將來七就放在中間這裡 好, 下面這裡, 預備 預備, 一、二、三 在中間的話, 預備, 一、二、三 又回到下面, 你也切了 預備, 一、二、三 又回到中間了, 是不是? 三隻派牌的魔術就是這樣, 感謝 來, 奇妙… 很誇張Andy哥哥 是 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把爛掉的派牌 還原來剛才的派牌 轉來轉去, 很厲害 大家不要太深刻 Andy哥哥會揭曉其中一部分的巧妙 讓我們知道 究竟我們會學哪一部分? 就像派牌從下面到中間 中間分下面那個 那我們要準備什麼工具呢? 很簡單, 一把剪刀 幾隻派牌就可以了 真的很簡單 不過小朋友用剪刀 一定要有大人陪同 快點準備一下 待會回來Andy哥哥教我們 魔術 回來, 像魔術 而且很急, 準備好工具Andy哥哥 就教我們魔術了 太好了 不如你再一次吧 沒問題, 首先是三隻 一隻向上, 兩隻向下 先放在底部 好嗎? 然後慢慢… 中間, 是不是嗎? 有一次扭, 中間看著, 好嗎? 然後… 又回到下面, 好嗎? 怎麼會這樣? 很厲害… 很厲害 沒事的… 但是Andy哥哥, 你看著我們準備剪刀 我相信我們需要向啤牌做事前功夫吧 沒錯, 很簡單 就是在啤牌中間位置 這樣剪開一點點 只要三隻裡面其中一隻 沒錯 沒錯, 在橫向下剪一半左右 不要剪掉它 好 是 是否左邊、右邊也可以嗎? 沒錯, 其實反過來也沒有分別 好 是 剪了 好 大家都剪掉了, 是嗎? 是 好, 如果你右腰的話 是 就把剪刀的嘴巴向左邊 好 向左邊 是 然後用一隻沒有剪刀的, 放在上面 是 遮住了就沒人知道了, 是嗎? 是 好, 再把第三隻的數字 或者圖案向上 然後放在底 但放的時候, 瞄瞄就看著 這樣, 我放的時候 會按到上面的那裡 再放在那裡, 看見嗎? 對了, 反過來的時候… 對了, 先看看, 對了… 你放, 對 再反過來的時候, 就像下面, 是嗎? 對 但其實半隻在上面 是不是呢? 好, 我們就不要讓人知道了 開瓶這樣按著它 慢慢用手指 師傅就向前面慢慢移動 動動地移動 然後就像他自己 很神奇地上去中間, 是嗎 然後就還原了 一點轉圈, 又移動後 就像回到下面一樣 很成功 是嗎? 我來試試吧 好 你放在哪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 先看看 是, 中間 轉圈… 好, 不錯… 不錯, 還原呢 待會這樣的時候… 對… 好像… 這樣嗎? 我這樣嗎? 不用再用來探望嗎? 是不是有點假? 你的手要… 好… 手要比較好 轉圈一點 好 好, 轉圈一點 又回來了 這樣吧? 是, 看你了, 欣喬 她來 然後呢 又回來了 好… 我們… 太漂亮了 走點了, 姐姐 現在是底部的, 各位 是 全機了 好的 謝謝… 回來了 好, 厲害… 姐姐 這是什麼? 眼睛也花了,很快 很快… Morning做全套的,我們三隻牌 你先看看 首先我們把三隻牌無法無法 你還好 我們先把三隻牌拍,對吧? 先把三隻牌拍,對嗎? 先把一隻牌拍 當然了 我發現了有點問題 走出一點… 今天謝謝Andy哥哥上來表演 以及教我們這麼有趣的Morning 謝謝… 如果大家想繼續學Morning 就要留意下一次的Light Magic 明天和我Ice再見,再見…